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稍微讲的跟那个可能不是很一样 可转债真的是一个很奇葩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 先说了就是它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问你可转债发的时候它是什么呀 对 发的时候它是债 是吧 那我问你在内地可转债是不是随随便便发呀 对啊 今天我要发可转债了 是吧 想发就发 是不是 不是的啊 因为你会发现可转债它 因为是可转那这个债它会变成什么 对 骨 是吧 不是 你原来是蝌蚪 后来变成什么 青蛙了 是吧 原来一条腿后来变成四条腿了 东西不一样了啊 那既然它变成了普通股 注意啊 普通股它不是别的股 优先股我们就不管它了啊 普通股它就带来很多问题 就是股权的一个问题 是吧 那我们说了在内地可转债的管理非常的严格 只有谁能发呢 只有上市公司可以发 明白吗 那上市公司它要是发可转债它发的时候相当于什么呀 就是可转债的发行管理它是适用于增发的 明白吗 就如果你要发可转债就相当于是同这个公司在未来潜在的一个增发行为 所以它要走什么啊 走那个增发的那套程序 要有承销商啊 要走那套 明白吗 所以这是一个严格的哈 那我们说假设那这就是上市公司了 他们就发了这个可转债了 是吧 我们说发的时候它是股票 它到底能不能成为这个啊 到底能不能成为这个 不知道 那我问大家你知道可转债一般几年吗 五到七年 现在正常情况下都是六年 就是这个 那它取决于在这个期间之内 这个债券它有多少转化为股票 如果在第三年的时候所有的都转化为股票 你说这个债券还有吗 没有 是吧 那如果这个千山万遂走过到期了 一个股票都没转 那这个债券也到期了 明白吗 这个债券到期要怎么样 这个债券到期你要还本付息的 明白吗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发行者 我问你一个 你现在当发行者啊 我问你 如果现在你是中国银行啊 发这个可转债 你是发行者 你是不是心里面就有一点点的小算盘 是吧 你发这个可转债 你的目的 或者你内心深处 你是想什么 对 你说它是想让你到期还本付息呢 还是想哄得你半道上都把它转成股票呢 对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发行者 它是想半道转成股票的 是吧 当然转成股票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不用等到到期还本付息了 明白吗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我通过可转债变相增发了 明白吗 当然同学说 不管它是变相增发 还是最后它那个提前转股了 它都造成了股权的一个来息事 那不管 它如果变相增发 它也不怕息事 明白吗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发行者的小九九 是吧 那我们刚才从发行者的小九九里面 你发现一个什么动机 就如果它是那样一个目的 它是不会让你坚持到这个地方的 明白吗 它就会想尽办法让你 转 对了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可转债发行到今天 其实它已经非常非常的复杂了 各种花样 我们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发行者的话 它实际上是给了发行者一个权利了 就是它怎么样干这件事情 它不能明着说呀 是不是 那我们说发行者 它怎么样去逼的那个投资者转呢 就肯定要在后面放点火什么的 是不是 就类似于干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说发行者是有一个权利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 可赎回 当然有东西说老师 可赎回也不见得非要那个让你转股啊 但是它可赎回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变相逼迫你转股的一个意思的 明白吗 就是因为它说什么叫可赎回 就是原来我说的挺好的是吧 海誓山盟说我要借你七年的钱是吧 到第二年就把你扔了是不是 就说了我不问你借钱了 我不差钱了 明白吗 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投资学里面就说 可赎回它是增加了你的什么 如果你是投资者的话是增加了你的 在投资风险的 是吧 当然在这里面它不是还有阴谋吗 对吧 你要不要不要就把债券卖给我 是吧 完了收回了 完了我把钱退给你 对了 那它实际上这时候说要不然你就转 要不然你就回收 明白吗 它就是有这样一个目的 而且大家发现就如果你们看过那个可赎回 那个可赎回条款我们都仔细研究过 这个条款是非常黑的 就是它会把赎回价格规定好了 就不是说万言咱俩商量商量是103回啊 108回啊还109回 没的商量103回 愿愿愿意不愿意要拉倒 明白吗 这个在合约的就是那个可赎发行条款里面就已经 规定好了 就类似这样给一个黑心价那种的 那当然了 那因为这个人家是 这不是发行者和投资者 投资者肯定是弱势群体嘛 是吧 那下面不是还有投资者 他们不是也会搞点投资者的 不能太太那个 还安慰你一下 是不是 说什么东西啊 就说我也给了你权利了 你有什么权利啊 回收 是吧 我问你 你作为投资者 你买可转债是什么目的 对吧 他给你画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图 说退可守 进可攻 是吧 完了 你拿着债券呢 你还可以拿利息 等到什么还给你转股的机会多好啊 是吧 完了你就 你就上当 你就什么啊 哎 你就买了 是吧 后来你发现他那个转股价格8块5啊 市场上都5块5啊 你疯了 是吧 你气死了 你说你当时给我这么点的利息 你不是骗我吗 对吧 那我不跟你玩了 那我把股票怎么样 把那个债券怎么样 哎 卖回给你是吧 弄一个 95块钱 啊 愿不愿意 对吧 愿意就愿意 不愿意就 拉倒 就是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好 那从这里面大家发现没有 就是我们在研究那个博弈期权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发行者和投资者之间 他们的合约条款就是一个 博弈期权 我都不知道 同学和那个景老师那边学的时候 有没有老师刚刚不一定涉及到 就所谓的那个 道向随机归分方程BSD 我们就是拿这个 做的博弈期权的东西 最后做出来效果还蛮好的 这是我们说了 他们两个权力之间 会有一个 当然这个地方他也会告诉你说 你要搬回收的时候 你要不要转 是吧 转股 当然那时候你可能也不愿意转了 我疯了 我那么便宜的 我不要 我到你这来转 这是一个 那当然还有一个条款啊 注意啊 这个条款是最阴的一个条款 叫重置条款 重置条款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美好的条款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会发现那个转股价不是很高吗 对吧 完了整个市场很低迷 你这个投资者发现上当了就根本就没办法转股权 我要你的转股权干什么 你还拿转股权骗我给的那个 那个收益率真的非常低 那个 吸票利率都是0.5%你知道吗 对 就意思意思 愿意要要不愿意要拉倒就这个 是吧 我不是给你转股机会了吗 但转股机会一文不值 是不是 那从这条款是什么 说是市场低迷的情况下 那个转股价格怎么样 我可以向下调 是吧 原来咱们定了7块5 现在5块5 好不好 我问你这个重置条款看上去对谁有利 对 看上去对投资者有利 当然他会说 什么什么情况下需要董事会批重置条款 才能实施 是吧 这是一个 就是他的实施会受到限制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都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个可转债 你会发现 这个 这个赎回 在现在的那个可转债里面 他都是会有赎回触发条件的 明白吗 就什么什么情况下 股票价格连续涨了多少天了 我就赎回了 回收呢 就是股票价格连续跌了多少天了 我就回收 明白吗 那在这里面 他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这个重置条款 他想让董事会批 他就让董事会批 这个重置条款一旦触发的话 你的这个回收条款就又被怎么样 弄掉了 因为就没办法触发回收 就算你愿意95块钱 连95块钱也 不给你了 明白吗 嗯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也是一个 我们经常提到的 所以你会发现有几个权利啊 赎回 回收 转骨 重置 我们的研究里面 在模型里面 没有研究重置 在其他的另外一个地方 研究了 重置 所以你会发现 可转站是一个多么大的坑啊 对吧 就是 这里面 当然他的那个 赎回触发条件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讲的那个 什么 很像那个障碍和巴黎齐全 什么30天里面有20天 达到什么什么都好的话 就赎回 是吧 回收是30天里面有20天 低于什么什么就触发 回收 就是类似这样的 当然回收价格和赎回价格 它都是确定好的 就是我们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如果同学愿意 到时候可以再去看 其他相关的东西 本身从可转站 我们说它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可转站是 原来我说过没有 我不知道 对叫 混合金融工具 就是hybrid 有点像狼人的感觉 注意这个混合还真的是挺厉害的 因为它是一个债和骨的混 是混的比较 混的比较厉害的 当然也有些书上把它称之为结构化金融工具 当然这个结构化主要是体现在混合上 但注意啊 它的混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 某一个时刻它就是 什么 债 然后它就转成了什么 它没有说是一半一半 明白吗 所以这是我们 说的这个可转站 当然在 股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 你会发现 证监会经常不批可转站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现上市公司 曲线救国 他们就想增发老不批 他们就发什么 可转站 后来把这个门也怎么样 关上了 最多的时候 大概有70多个可转站 在场内交易 就在交易所交易 但现在只剩下了6个了 好像 当然从现在我们看到模型 我们的模型算的是最准的 真的是最准的 其他模型算出来 理论价格和市场价格 差60%的模型都有 我觉得那模型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好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有同学愿意的话 到时候再研究研究 这个可转站同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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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